Hello 大家好,我是Brandon 毛巴 昨天和22伏的解放軍 打了一場六死垂守的軍團戰 互有攻守,很緊張的,不要走開了 大家沒猜錯了,又是到這個... 教開字幕的時間 希望各位盡快懂得開字幕 這樣就不要浪費了我一番心機 Yay! 好,來,入正題 在這場開球之前 我已經過了22伏的Hello 解放軍是黃成團 已經知道有相當的實力和動員力 我的任務一開始,一定是不斷拆成場的 記得要善用那個一鍵出兵 因為一按完之後,他就可以一次過出了四隊 現在沒有什麼做的了 不斷拆拆吧 那麼,但是拆拆一拆時 也可以看一看對面和我們的實力 因為知道我們的動員力都不是很高的 因為只剩310多人 對面是黃成團 一定是動員力超過我們 可能有一倍以上 不過都要打了,不斷打橋而已,沒有其他選擇了 大家打橋的時候,最好看著兩邊內九道的位置 就可以知道什麼時候你會控制到橋了 林章控制到橋的時候,因為我是攻城場兵,不是守橋 那我就要收拾隊回來,飛到城場準備做攻擊 我應該出這次兵,就沒事了,飛到對面吧 重點來了,你飛到城門前,一定要記住 看著你的兵回到城裡,你才好飛走 否則他很久走回來,是龜速,不能開加速 來到也是沒有選擇的啦,都是一樣打的 那看到我呢,看到沒有人防守 所以四隊四隊地衝出去打 太平哥哥就過來招呼我了 太平哥哥就是解放軍的團長 那一定是敬人來的啦 二十二伏都有五十成 那我跟他打了幾次呢,我都見到是打輸的 只不過呢,就算我打輸是無所謂的 因為太平哥哥是一個高戰 他跟我就算互洗兵也好,他都會重上 這一刻我們只需要二三四隊衝出去攻擊,打城門 一隊留在城裡,跟太平哥哥捏過 就是這麼簡單的,他是沒有停過不斷撞我 但是你會見到他呢,撞到下一隊他沒有兵 他會轉二隊的,二隊我就會有優勢很多 還有要設計,跟我打一樣 千萬不要看的戰報看得太久 因為人家會偷襲你 所以看一看,知道贏還是輸就OK了 那因為我今次出去吃飯打這個軍團戰 我就沒有開到語音跟他們一起聊天打 我們的指揮官就在左下角那裡說 就說不知道什麼組,就要下去樓下攻門 那我就見到原來我是去廈門了 那我立刻飛過去 想都不用想,有個兄弟被人打飛了 我就唯有幫他報仇,飛回去他原本的位置,跟他拆過 不過今次呢,我是三場都打輸,超級失望 因為人人的一隊都是很有戰力的 那所以,你看看你的一隊何時出去 還是留在城裡防守 剛剛我就是被人防守完之後 再拿回一隊來打飛我 就算打飛也不要緊 你會去到一個回繁榮的區域 那這個時間你就唯有上回兵 上完兵之後呢 就去看看哪一隊需要你幫手 你就要飛過去幫手 解放軍也做了一個很好的策略 他是敲了一下我們的上門 下門就主力攻擊 你看到嗎?沒有人的 情況就不樂觀了 我們的城牆已經爆了 那就代表人家可以飛過去我們的大本營 就進行攻擊 但是看一看呢 我們就還欠50萬內九 才破到城牆 那就代表我們現在這一刻 是輸蝕很多 那都是那句了 沒辦法的 因為雙方對壘 都是比拼哪個活人比較多 人家還要井井又條 一個貼著一個 不停攻擊 不停飛過來 所以解放軍是打得不錯 真的打得不錯 我們現在這一刻才破城門 看著左上角兩條巴 現在這段時間就很重要 分別就是我們的大本營的內九度 以及對方大本營的內九度 飛到大本營的兄弟就要做清道夫 清掉所有卡緊位的敵人 我就要準備攻擊了 但是這一刻 我臨時變卦 我看一看 越打越多人打我們的大本營 我唯有回去防守了 因為如果在這一刻 我們還在比拼哪個攻擊 攻擊得快而不防守 我們肯定會輸 都有一個小竅門 做防守的時候 看到哪一個隊伍 四隊一起出去 打打人家的大本營 我們就在王雀在後 打他屁股 就可以打飛他 防守都有分兩種 第一種就是飛去大本營中間 然後慢慢打出來 以及在後面打一些弓箭手 弓箭手就是我們經常都叫的 遠距離射兵 不過都不要理那麼多 最緊要 打飛幾多個只有幾多個 拉近一點距離 大家可以再看一看左上角 現在距離是近了 差不多是叮噹碼頭平手 不過我也要多謝解放軍的兄弟 他們都很照顧我 無論我飛到哪裡 都有一兩個人過來夾擊我 在這一刻我作為一個防守隊的隊伍 我看到反超前 什麼都不要理 繼續攻擊 後面這裡三個弓箭手 我的方法就是 一二隊打一個 飛過去他後面 用三四隊打另外一隻弓箭手 盡力去打飛他們 現在就看看我出兵 YES 我是成功 令到他們兩個走了 雖然我不知道我是打飛了他 還是他自己飛走 但起碼我知道 他原本快到大本營的兵 是打不到我的大本營的 很多兄弟打到現在 因為一二三四隊 都只剩幾百兵 每幾十秒會二百兵 但是不要緊的 我們現在打一些弓箭手 根本人家城裡都沒有兵 我們就不斷撞 就一定可以撞到飛人 看我表演 多謝米奇 又過來照顧我 四隊兵一起撞到你 我應該 沒什麼懸念會飛 真的飛了 我飛了 不過呢 你們會看到我隊兵 繼續有一條很長的綠色線 拉著 我一定要飛回去附近 令到我隊兵 盡快回到我的主城裡 我才可以再調兵顯像 來到最後尾段 我看到我的一隊被拆到爆了 怎樣按都不行 那就算了 出二三四隊繼續打吧 一試一試一下 其實大家有兩個選擇 現在看到我沒有兵 你是可以用元寶來回回雙兵 但我就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因為打這一場仗 輸就輸了 浪費這麼多元寶 幾千元寶回一次是很浪費錢 在這一刻 看一看我們左上角 看到對方的大本營 內久度是差不多沒有 而我們呢 都還有一半 知道這一場應該就贏了 為了我的個人積分 去拿好一點的獎勵 我都是不會停步的 會繼續打 直至到最後一刻 看到很多人過來招呼我 都不知道為什麼 解放軍你們太愛我了 好,應該打完對方的內久度 那就會見到 明金收兵 咦,沒錯 明金收兵 那我們就贏了 這次我是第一次後製我的軍團戰 希望說普通話的巴打 可以看得到 看得明白 看得開心 那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 記得訂閱我 以及分享給朋友看